那现在在南加州非常流行的就是瑜伽 而且瑜伽里面还分好几种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就留言说 最近流行的热瑜伽是什么 好不好会不会事半功倍 会不会事半功倍 那热瑜伽到底是针对什么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瑜伽专家 就是我们的Summer老师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Summer老师你好 嗨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美丽的Summer老师终于在我们的线上了 好这个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热瑜伽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不会事半功倍 哎热瑜伽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想了解一下 热瑜伽呢 现在其实是也是备受大家喜爱 它是在一个高温高温下的练习瑜伽 那么它最 是说大家喜爱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因为可以大量出汗排除毒素排湿 第二个呢是它可以有减脂减肥的功效 对那第一个呢是高温下呢可以使瑜伽动作做的时候有更伸展 哦因为肌肉放松了对不对 对对对那这三点优点呢确实也是真的 但是呢练习热瑜伽的频率是多少合适 也是要小心高频率的练习其实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哦因为太高温了是不是 所以一准几次会比较好的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一下就是在这里是要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 热瑜伽其实是真的不要多练 特别是我们女性就是对热瑜伽对人体的负重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平时教学中呢也碰到有80%的学员都会说自己很热爱练热瑜伽 因为他也因为他能够排除毒素然后排毒出汗 然后一般通常他们会喜欢一个星期去练两到三次 嗯这样已经多了是不是 对对那那就我十多年的那个瑜伽从业经验 关于对那个热瑜伽的一些训练的建议呢 是不要千万不要频繁的去练习热瑜伽 是不利于健康的 大概怎么样一个量比较好 比如说每次练多久一周去几次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对这样我接下来会讲 就是说本来我是想讲一下有哪些 对虽然我们时间有限 但是你还是可以讲一下 可以语速快一点 其实呢就是热瑜伽的频率呢是不要超过一周一次 那么特别是就是渐渐的到冬天了呢 人的能量是往内收的 那么就是说建议就是两个星期一次已经是足够了 对过多练习就是不好 这个不好有三种情况 实际上因为就是比如说是体寒的 一般的体寒的同学他会特别喜欢想去练 因为他觉得热瑜伽给他一些身体有一些更加温度嘛 对吧还有利于排除毒素 其实这样会让他的那个湿气和寒气会更加加重 引起那个对引起体虚 然后呢内分泌会失调 会引起长痘痘 还有第二个就是频繁的练习呢 也会超过身体本身的那个常规消耗 对身体是反而不健康 因为因为在高温下练习的时候 你是被迫出汗 不是主动性排汗 就有点像这个桑拿里面练瑜伽 对对对对 太扭了 对桑拿也是不能长时间嘛 因为你那个优格肯定要一个小时一节课嘛 就反而会对身体造成疲劳和伤害 而且甚至于会加速人体的器官的衰老 所以最好的还是这个一周一次 然后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一周一次是 对对对 最好是两周一次都足够了 两周一次都足够了 好 不建议频繁联系 OK行 好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请这个三文老师到我们这个会客室来 做一个更加这个专业的这个专访 好可以